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逃离这场灾难 他又做上了时光机器 意外地去到了八十万年后 我们想象中八十万年后应该是更加发达的时期 或许那时已经时间用眼睛一看就可以完成小作的事 可是万万没想到八十年后居然到回我们的原始时期 到了八十万年后 他遇到了两类人 一类是和平主义 善良礼貌的依赖人 而另一类是居住在地下世界以依洛人为时的摩洛克人 在这个平行的时空中 亚历山大仿佛才找到自己的存在 他在他原本的世界中本来是一个科学家 但是受不到重视 认为他所热爱的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好不容易遇到爱马 还不幸死亡 但是在这里不一样 在这里他发挥了他的价值 之后他穿越去了七亿年后 发现世界已经被摩洛克人统治 于是再次回到八十万年 利用时光机器 炸毁了整个地下世界 帮助依洛人 消灭了莫洛克人 还和姑娘拉马相爱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他无法改变过去 只能试着改变未来 虽然这部电影中有些奇特的想象出来的场景 也没能很好的表现出来 但是从观整部影片来看 确实令观众打开眼界 也算得上是科幻片中数一数二的作品了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居然在线上 操作相当来